之所以會灰掉的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會現在聽起來大家聽到回煞傻的原因是因為 9月19號喔 黃珊珊是親上火線開記者會喔 說柯文哲這麼做都是合法的 他那時候講了有都市計劃法的第24條 但是他也有提都市計劃施行自治條例第25條 結果呢他提完了之後來 現在為什麼說兩個灰掉 第一個灰掉是那個民眾黨的發言人吳約軒出來說 啊我們都有講24條啊 對你有講24條 但是你9月19號的記者會 你有提到施行自治條例的第25條 然後是這個部分被打臉了之後 他們現在都講24條 可是第二個灰在哪裡呢 灰在黃珊珊現在跟你灰說 有個國土署的公文 那這個公文呢 有證明說給這個榮基呢 國土署都跟你講是對的 但是黃珊珊沒有把它講完整 為什麼沒有講完整 那個同一個公文的第七條的部分 寫在這裡喔 寫什麼呢 簡單告訴大家 他這個國土署 黃珊珊出示的這公文的第七條就告訴你說 你要訂獎勵容積 要通盤考量全市跟計畫區域 你不能夠避免就單一對象 或是在細部計畫裡面給他獎勵項目規定 所以等於說他們引自己引述出來的東西呢 剛好都自己打臉自己 再加上蔣市府的打臉 所以打到現在看起來喔 你都不知道臉要割到哪裡 所以換句話講 人家不可以避免單一對象 顯然的黃珊珊所提到的 就是給單一對象 所以黃珊珊為什麼要硬拗 永哥我要講的是說 最近大家都在講說 黃珊珊就是可能都沒有落下 任何的他的名字在上面 所以好像每天怎麼有事 好像他沒事 那種感覺 可是要知道 當時黃珊珊負責喔 他主要的主責是 民政局 衛生局 產業局跟社會局的13個局處 尤其在那個另一個副市長蔡秉昆 那時候不是腦中風嗎 他離開就是去那個 加護病房的時候 在治療的時候 黃珊珊就把他很多業務都接起來 那時候連什麼教育的 文化的 體育的 都是他代理的 所以他局處有高達25個 也說台北市政府有7成5的業務 都是黃在督導 黃珊珊在督導的 你意思說黃珊珊脫不掉 絕對脫不掉嘛 你今天只是你聰明 你可能有法律背景 所以你沒有落下那個 可是社會的觀感 大家都知道 你今天就是真正的 有一個掌握很大權力 整個市政府的這個機器在運作 你有7成5都是你主管的 怎麼可能說 你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 而你可以因為沒簽名 然後現在拿法條 來跟民眾在揮什麼 感覺都沒有你的觀感 我覺得這個說不過去